花冬持续高温破表,热得让人食欲下降 而光复乡马太安湿地园区餐厅业者突发奇想 特别把餐桌宴席设在一旁的福登溪里头 民众双脚泡在清凉的泳泉里 享受在地的原住民美食 不仅笑称是名符其实的流水席 各个胃口也大开 天气太热,食欲下降 餐厅业者推出流水席 将桌椅直接放置在溪水里 让顾客双脚泡在清凉的水中享用大餐 冰凉吸水降温,胃口也跟着大开 第一次在水上吃饭 在水上吃饭 脚底很舒服,很凉 连日来的高温不仅热得吃不消 就连胃口也变小了 王府乡马太安湿地园区的这家餐厅业者突发奇想 特别将桌椅从室内搬到了一旁不登溪水里 让民众在清凉泳泉水中享受道地原住民美食 而头一次在水里用餐的顾客 笑称是名不其时的流水席 你过去有吃过流水席吗? 有啊,在那种结婚喜宴半桌的场合啊 那你有吃过这一种流水席吗? 这还真是生平第一次啊 餐厅老板早在两年前就曾动过这个念头 直到业者女儿返乡接棒后就付诸执行 不料一推出却意外受到好评 目前已有两到三组的顾客 指名预定这一款流水席 也令业者感到惊喜 预约这个活动我们是四人成型 那这个活动还包含了那个环保餐具 吉发的DIY制作 然后制作完我们的小餐环保餐具之后 我们会带你们到就是福登西里面用餐 然后这一整个行程一个人是四百五 然后四人成型 由于这一条福登西四季常温 平均都维持在18到22度 地底涌泉水质清澈透新凉 而餐厅业者为了不破坏吸水自然生态 每天特别限额只接待一到两组的客人 来体验双脚泡在凉水中用餐的乐趣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